大家好 我是德哥 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 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长江水后浪催前浪 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 该让位啊 严和祥内涵郭德纲让位 当面调侃姓郭的个子都不高 就连冬衣黑幕都照说不误 这个事业寡妇到底有多能作死 在相声领域里 郭德纲总谦虚地称自己为相声界的小学生 可德云社并不缺乏优秀 业务能力优秀的演员 这就好比于谦老师 可除了像这样的优秀的捧根演员之外 能在郭德纲心中排上分量的 恐怕只有颜和祥了 排风吻 包袱密集 在他身上始终找不出一场带有失误的演出 就如同郭德纲所说 相声演员最难得的就是稳重求乐 很显然他做到了 在2020年风吻演出时 郭德纲就和颜和祥于谦 表演了一出新巴马罐 风吻能演这个节目 很显然师父要捧他 毕竟这也是德云社里的潜规则 本因为壮壮会借着这个机会 让自己火一把 可让台下的粉丝没想到的是 在表演过程中 他就当着师父面逼宫 声称自己要退出德云社 这大逆不到的言语一说 还真有点离开的意思 可俗话说的好 德云社想进来很难 想走很容易 毕竟颜和祥这也不是前车之线 不知是杂卦还是暗讽 师父也没有拦着的意思 这偷鸡不成18米 其实颜和祥不准对师父这样说话 就连搭档少班主也是如出一辙 虽然郭麒麟在跨界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但他始终不会忘记 家里还有一个太子妃 年长15岁的他 曾经双手赞成过郭麒麟出国留学 可他心里却十分难过 好在没去上学的郭麒麟 参加了欢乐喜剧人 让颜和祥有了工作 虽然当年的郭麒麟 拿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可很多网友就调侃他说 能拿第二 还不是因为主持人是他爸吗 就像第一届约云鹏拿了冠军一样 这都是黑幕 没少花钱 可事实果真如此 德哥说他拿第一都不过分 当他们再次聊到这个话题时 郭麒麟气得直接说 没想到 颜和祥张口就来了这么一句 这欢乐喜剧人 花没花钱 德哥不知道 颜和祥竟然能张口说成这样 看来郭德纲的钱一定没花到位 要说到钱郭麒麟并没有像其他的新二代一样 在父辈的光环下成长 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遭到质疑和非议 在和颜和祥搭档演出的时候 顺便就调侃了一下新二代这个问题 本以为只是一场调侃 却让粉丝没想到的是 壮壮接的一句话 说我们哥俩 咱哥俩 身份都发生了改变 什么改变了呢 我郭麒麟 不再是新二代了 真的 那就是你爸不行了 我爸 白口梦编的郭麒麟 气得那是拿起书本就打他 紧接着 郭麒麟又开始讲 等几年之后爸爸不火了 这句话还没说完 颜和祥张嘴就是来了这么一句 若干年之后吧 咱也别说哪一年了 两三年吧 看来他除了赶上师傅让位之外 就连师傅火不火都照说不误 他这胆子看起来是大到没边了 他不仅说姓郭的不是好人 只要一提姓郭的他就兴奋 郭麒麟在说法拉利的时候 颜和祥更是把负质量的身高给调侃了一遍 五六百万车 差不多 这法拉利出来一看就知道是好车 真的 尤其法拉利生产的这种SUV 他是为了这种道路 他开进西藏去西藏 别去西藏了 好嘛 连河南都到不了了 您这个身份不应该不懂车 还别说这颜和祥的嘴也忒损了 其实作为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嘴皮子溜是理所当然的 毕竟颜和祥可是进攻型捧根 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待 我是德哥 咱下期见